翘 想吃肉吗 想啦 前方屋里有座破庙 跟过来 给你肉吃 好嘞 大爷慢走 有军阵痕迹 不似普通马匪 你怎么看 少爷 你又不会武功 咱还是绕着点吧 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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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什么名字 是不是姓徐 停下 问你话呢 王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路过 跟他们没关系 刚才 厉害厉害 你看那破马怎么还跟他走了 李宗盛 你说这人男女的 我不是很有经验 你看他那脸下人像不像狐狸 他也是王贝 徐凤年的画像刚送来了 徐凤年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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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又见面了 徐凤年找了 你就是徐骁的儿子 那大人跟我说笑 这画昨天还没有呢 刚送到也是你命术该决 哪儿来的 徐子旗下三十五万铁骑 想要你命的总会有几个 北梁军中送来的 徐凤年 亡国之恨 近日拿你人头祭奠 西楚灭亡的时候我还是个孩童 并未参战啊 是是是 徐骁杀敌无数 号称世间人徒 负债子偿 要怪 就怪你投错的胎吧 那你应该找徐骁复仇啊 你这可不是 怕 有可能 哪路的废话 老黄只是一件马夫 跟徐骁没关 徐骁的马夫也该死了 老黄快走 大人 能不能给个机会 我今日想要弃暗投明 我也想杀徐骁 我出钱买自己的命 只要能救我 加码你开 我告诉你 徐骁我当然会杀 但是要先把他的儿女 杀光斩尽 毁去他一切希望 可怂人就是借口多 搞死了 阁下是谁 我不是 徐骁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爹 你是北梁王世子 我洗干净了挺贵级的 徐骁凶残 乃天下之敌 阁下金城悬张开路 算我等欠你人情 我救你命 让我谨听朝廷 可以 你们先走 我 阁下可想清楚了 只是本与你无关 好 既然如此 兄弟们全给我杀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随便 老黄 你看他像不像狐狸 脸白手也白 那我以后就叫你白虎脸呗 不满意我还可以再改啊 你真是学校的儿子 等你送我回了灵州 咱们进了北梁王府 你不就知道真假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以后我就这么叫你 你这两把刀怎么一长一短呢 你怎么办啊 刚才 没看见你拔双刀 他们不配件我双刀 那什么样的人 配件你双刀啊 北梁的味道 真真真香啊 香 上酒 来了 二位客官 本店招牌杏花酒 一壶二十钱 不贵 可也不便宜啊 你先记账 回头有人送来 还打赏 记账 客官 您这酒还没喝呢就醉了 小本生意 盖部说欠 小二 这儿 给他们上酒 上最好的酒 真是可惜了 眼看就要到临中 终究是回不去了 谢谢你请我喝酒啊 谢谢你请我喝酒啊 香啊 老黄你干嘛什么都跟我讲 行行行行 别别别撒了 这酒啊 就当是送你们上路 嗯 还有肉 你 你 我 我 之前约定还算不算 当然算 大哥 大哥 别打坏人家酒瘫 给我杀了他 这是北梁 没事 没事 你们继续 哥 我 只是 我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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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没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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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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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梁铁骑 非人力所能及 请守吧 凤自营五点将军宁峨梅 见过世子 你下来 下马 天下没人敢拦在北梁战马之前 下来 我要你下马 宁将军 北梁军中有人把我的画像 交到匪徒手上 将军知道吗 北梁军中绝无此等人 我只看到宁将军 在冲杀我的朋友 宁某奉命皆世子为否 拦路者 即使为令 那若是我让你下马呢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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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爷 哥 哥 怎么回事 咱们俩坐着聊 让哥好好看看 长大 小王爷 末将是领着军令 来接世子为否 我家黄蛮儿到了 我家黄蛮儿到了 哥累了 想回家了 那 那现在就回吧 不急 等咱们吃饱喝毒了 一起回家 好 小王爷 小王爷 您跟侍子都上马了 小王爷 不用 小王爷 给我 小王爷 世子让我来带他 小兄弟 世子的院子还在收拾 王爷说 世子先送到他的院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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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imgm 哎呀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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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三年了 辛苦你了 不辛苦不辛苦 游山玩水的不辛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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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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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轰甲可以分成五具 各应五行 金木水火土 这是水甲 大雨倾盆威力最甚 那两个打不过他的 叫他们让开 停手 回来 朝我来的 就做完了 浮江洪家一化为伍 确实不如皈依时强悍 可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被击败 这都没死 孙神有此 这已经不算活人了 准备了 那是出海了 我如此 你遇上了 再寻找他 去找退 准备了 不过 这都是 这都不乱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到底是真还是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再找机会吧 幸亏我练的是刀 不然瞧见前辈刚才这两剑 怕是落下阴影了 再也没有提前勇气了 你的刀也不怎么样 还在练呢 给你提个醒啊 过几天要是练成了 记得叠两枚核桃 然后呢 然后弹刀下去 核桃聚碎 传板没事 我已经做到了 怎么可能中午才练的 你可别骗我啊 你小子倒是有点悟性啊 让你坐这儿发什么意义 我想试试三枚 但试了好几次都没出谋 用力的时候 最下面那一枚会被弹开 难道说两枚就是极限吗 知道建昭和建议的区别吗 刀 刀没动 怎么碎的 这便是建纲 光看没用 把川雷玄在秀东下 细心感受 何为建纲 感受到了 是气阶凌空 内吸破体透冰刃而出 建纲本质上就是真情的运用 以你大皇庭的功底 多练几次也能试出来 那这建纲可比建昭厉害多了 建昭可没这效果 刀在房 这次又有不同 好像有力道击打 逼破唇雷脱手 这就是建招 你摸一下秀东的刀面 感觉没动 但其实有些微震动 第二只击打 秀东看似微动 其实已经以击块的速度 弯曲六次 击打唇雷 然后再接力恢复正常 弯曲六次 都没看出来 上臣建昭 快如奔雷 稳如午夜 小子 你要学的还多着呢 那这建昭与建纲 孰强孰弱 老夫以建纲破敌 便是建纲厉害 老夫用建昭杀人 建昭便胜过天下建纲 明白了 您最厉害 你果然有悟性 建昭建纲 自己琢磨 不几日便到青州 不到万不得已 老夫来能出手 能不能躲过明刀案件 看你自己了 多谢前辈指点 我没想指点你 是欠了人情 拿你来还 谁能让您欠人情啊 逆袭破棄 扣冰刃而出 前辈 我练出镜杆了 你那是刀杠 有道理 就这么点力气 杀着机都不够 慢慢磨练吧 这小怪物 修行的速度 比老夫当眼还快 修行的速度 你这小怪物 去你这小怪物 你这小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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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为了躲避官府尔木 姜妮今晚不会回来了 我知道 你真打算放她走啊 我又打不过曹上青 你若想留她 我来对付曹清衣 那丫头资质超凡 适合传我一步 那前辈可以到西蜀去收徒 你真不想留她 想啊 但姜妮不只是我的侍女 她有她自己想走的路 我不能把每个人 都死拉在自己身边不放 这对他们不公平 蠢货 十足蠢货 我吗 难道是我 反正我也打不过前辈 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看到你是两袖青蛇了 还行吗 一塌糊涂 看来我自制一般 为什么是两袖青蛇 不是两袖青龙 这名字也有讲究 吞蛇化龙 龙虽然高贵威严 可一旦变作龙 也就成了传说中仙人诸神的 麾下走兽 仙家做齐 只有卫化龙的蛇 心中才有斩破一切的野望 才有往上攀爬 哪怕是和自己争斗 也要吞噬天下的狂妄 记住青蛇真意 才能用出真正的两袖青蛇 人若是屈服 就失去了这份不羁 向谁屈服 向自己的行 人会害怕 会绝望 会恐惧 会退缩 你心里面的种种折磨牵扯着你 不让你往前行 真正的两袖青蛇 是斩星之剑 斩断心中的恐惧 才能踏破束缚 去走自己选的路 剑术剑招建议都不重要 明白这些才是两袖青蛇 要想让人被我的功法所控制 最重要的 就是乱七心神 这吴素 在徐凤莲心中 民族正对 通过徒刑 影响人的内心情绪 这途中的天龙 会占据他心底的引导 换句话说 不要让吴素 在他眼前再死一遍 说不好 他还会变成一个疯子 一个废了的徐凤莲 成为北梁下一代众人 这对皇族来说 不是最好的结果 我去接世子下来休息 报告将军 赠英便捡到一盒子 上面贴了纸条 术实献给世子 很轻 不像有机关 怎么了 是王妃 京城御服那一夜的消息 不是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查到 蛛丝马迹吗 必须先让世子过目 你守住营地 别让任何人接近 好 加强结尾 是 别担心了 你册子上没下毒 既没机关 玉没下毒 一本册子 还能害得了人吗 我册子上没下毒 我册子上没下毒 他要差弃啊 是 老子 我还需要 能寻笑我 有些明白 会有些不明白 哪些不明白 我不明白的是 心怎么斩 两袖青蛇说到底不过是剑气 斩内心根本做不到啊 总不能针对着自己心口来一刀 当年 这也是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 我创两袖青蛇之后 纵横天下难逢敌手啊 自此起 便有了剑神之名 了不起 可我心底始终焦躁困扰 苦苦挣扎难行出路啊 为什么 因为我的两袖青蛇 是不屈野性之蛇 可人性总有懈怠有妥协 如果有一天 我失去了这份不屈之心 我的剑道也就走到了末路 所以我害怕彷徨 仿佛绝路就在眼前 我却躲不开也避不掉 我知道这绝路来自于 我内心的恐惧 只有展开心底迷障 才能往前走下去 就像你刚才问的一样 那时候我天天都在问自己 怎么展自己的心 您做到了 是的 只要将两袖青蛇的意境 在上一层 才是我真正的绝学 他的名字叫做一键开天门 我希望你从此之后 当你找到一个人 应该可以的 没办法 你从此之间 那是什么 你从此之间 我永远 我能不能帮你 我只能不能帮你 我只是想要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好像隐约看到了什么 那是我用一键开天门的真意在影响你 你看到的就是这一键的秘密 你能让我看到幻觉 武功走到极致 从身到心 从改变现实到影响精神 都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啊 有些高手光站在那 就让你恐惧退缩 本质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压倒了你 先不说这些 你在恍惚中看到了些什么 看到一剑展开天地 我有些不太明白 什么是天命 天命者天道所扶之正理 何为天人之道 君子当为天命 不为敬天 即央来至暗 潜而无形 所以啊 古人说要顺应天道 顺者极 逆者凶 天道覆盖众生 人浮于天穷之下 渴望成就天人 而天门便是诸身臣天人之路 过天门者则可凌驾终身 可我偏偏不服 不服什么 不服天道能定人身 不服命运无法抗争 不服人无法胜天 不服天人便是仙神 我由我手中剑展开天门 我李淳刚终此一生就是一个人 探索天道却不臣服 寻自身路不畏天人 就算古今神魔 皆灵凡尘 我李淳刚皆以一剑斩之 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吧 斩去天命 斩去枷锁 我有着不屈在手 便可斩去一切彷徨无措 斩去心中畏惧阴霾 以此心澄澈 横动凡尘 这念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 当年您把一剑开天门炼成了 炼成了 那你怎么可能输给王先知 与王先知内战 我只用了两袖青蛇 没用一剑开天门 为什么 王先知天纵之才啊 我不想他就此涌落 那你宁愿自己输 当时如果我不杀他 我没把握赢 我有点犹豫 与王先知交手怎么可以犹豫呢 当然就输了 那应该再打一场啊 本来我是这么想的 再某某建议 让一剑开天门收发随性之后 再与王先知打一场 那么大概就能既赢他又不杀他 但是这一场始终没打成 因为在那之后不久 我的人参就输了 我的建议和战意 全废了 人参怎么输啊 你都练成一剑开天门了 人不是武功高 就能得到一切 就能过好一生的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那个人 被我亲手杀了 从那天起 什么都不重要了 你 不管怎么说 都过去了 世子 李前辈 世子 在营地旁捡到一个木盒子 里面是当年王妃御服的消息 给我看看 不管是什么消息 别忘了展向内心枷锁那一剑 展向内心一剑 一剑开天门 那不是传说中 李前辈的最终剑术吗 他传给你了 那不是剑术 是真意 真意 真意 王先知那一万也出现在京城 难不成是他对我这样出手 这盒子来路不明未必是真的 你说这纸上画的是什么 好像是随意吐血的痕迹 到时候不影响中文 先不管他了 事实在 是 到底是谁 在 spoil 那我答谢你了 梦你了 如果是在君吗 我扶了一些 反应大家 要讲网 你觉得这幅画什么意思 这幅画和这文字并没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这幅画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就是一幅普通的画 没什么 先往下看吧 又是你 那木盒子 你给他带 我若回答你 你让我上去吗 上来 杀他 不然我费这么大力做什么 不行 杨诚人多眼杂 我不和你出手 但在这儿可不一样 我最后劝你一遍 我们可以合作 杀西风云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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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讲道理呀 从内容上看 这里收集了不少证人证词 那一晚 王先知确实在京城 证词 未必是真的 这里边提到的人大多还活着 想询问一下真假并不难 我觉得 他说的是真的 就算王先知当时在京城 也未必是他出手 说实话 王妃当时虽然剑法神通 可王先知真要出手 他不可能活出京城 但至少说明王先知跟此事有关 这个木合的突然出现 应该就是要你这么想 我明白 我这一行就是要去武帝城 到时候我看了这个 心虚大乱 到时候直接对王先知出手 这借刀杀人的把戏就得逞了 世子 世子明白就好 可这毕竟是找到一点线索 这么多年了 真想终于付出一点来了 我保护黄曼儿 保护大姐二姐 就是因为我答应我娘 我要替她守住这个家 我心里边我娘一直还在 她一直看着我呢 不能让我娘失望 我一定要找出孩子的那个凶手 世子 我没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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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就是好不容易找到线索 心里有点乱 你别放心 我不会做傻事 也不会冲动 你就让我一个人坐会儿 我好好想想前一后果 有什么需要 你随时叫我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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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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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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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